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Lina 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个位于洛杉矶城县 优巴Lina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二手房 这栋房为2004年托尔兄弟建商建的品质非常的好 它是没有物业费的 这边地税也非常低 1.1% 所以持有成本是非常低的 小学初中高中的学区评分是8分9分和9分 注意这里10分为满分 所以学区评分非常高 那么距离学校的距离也非常近 在我这边美丽的景色那边呢 就可以看到学校 并且那边还有一所私立学校 从小学到初中直升的 那么U80大这边是交通非常方便 城市生活非常便利 居民收入非常高 学区优良 并且地处也是非常不错的位置 去Alvana或者是去Roland 还有Wona这些华人城市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这个城市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投资入住的一个首选城市 那今天参观的这栋房屋呢 托尔建商店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建商升级 包括房子的包边啊 还有蓝牙Building Speaker啊 还有后院的泳池 还有一些细节等等 全屋的游戏呢 都是刚刚新刷过的 那这个房子整体的保养非常非常的好 一会儿呢 请大家一起参观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屋的外观 这一个整个小区 它的房屋外观呢 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这一栋呢 它是三车库的设计 是进门拐角进门的设计 那么这一边呢 铺的全部都是甲草 是它的侧院 那没有装铁门的话 如果你有私人的游艇 也可以开进来 或者是房车 也可以开进来停哦 那这个小区 还有一个特别优势的地方是什么 一般小区呢 它是像这样形式的小区啊 它不会预留一些客人停车位 那客人来了呢 只会停在路边 这个小区啊 是附近唯一一个设置了 路人停车位的一个 Gas Parking的一个area 那这个呢 也就是在门口的空间 会大大的节省 使用起来呢 也会更加的方便 这栋房屋的外观呢 很有那种巫室英伦风格哈 拱拱的拱门 还挺漂亮的 从这边一进来呢 就是一个旋转型的楼梯 挑高的顶 那这边的楼梯呢 是做了铁翼的升级的 托尔街上呢 有几大知名的一个signature 像是一个特色一样的吧 就是旋转楼梯 还有双开楼梯 我个人呢 可能哥喜欢这种旋转楼梯 因为呢 更加节省了空间 合理的使用了这个空间 进门呢 有一个dent area 这边呢 可以设置成一个会客室 或者是一个简单的茶室 那么客人来家里 来访的时候呢 如果不是要紧的事 可以在这边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会客 那往里面走呢 可以看到墙壁细节 这个房屋呢 都做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包括包便呢 还有一些边角线等等 百叶窗呢 也是全面做的木质的百叶窗 那么整个房屋呢 是全部重新粉刷过 重新做过卫生的 可以看出屋主对这个房屋的保养呢 是非常的精心的 这一栋户型的一楼呢 不仅设有蛋 正餐室 还有office等等 那么它的厨房 还有客厅呢 也是开放式的 并且有另外一个用餐的area 那么平时用餐呢 我们可能是使用厨房旁边 这个比较方便 那么比如说改安节 圣诞节呀 我们会去刚才那个正餐室里用餐 我还要特别喜欢这栋房屋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它那种旋转的窗户 可以说它是180度的窗户 可以看到三个角度的景色 那它设计呢 就没有传统式的直墙的窗户那样的古板 厨房的橱柜的颜色呢 是苦咖啡色 非常高贵 非常神秘的颜色 配有着不锈钢的 非常崭新的厨具啊 以及大功率的炉头等等 那可以看出这个厨房呢 是非常的实用的 你可以在这边尽情的准备中餐 西餐 以及各国你喜爱的口味 在这边招来你的客人 那那边呢还有做了嵌入室的电视柜 可以看到呢这边基本已经是拎包入住的情况 不需要再做额外的分修 这栋房屋的位置呢是做西南朝东北的 它在小区的地理位置算是非常不错的 它拥有非常好的景色 并且这栋房屋的门牌号呢也是非常激励的 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些人选门牌号的时候呢会比较挑剔 那这一栋呢真的是满足了我们选门牌号的要求啊 那这边呢还设置了一个热水池 夏日的晚上呢可以坐在这边泡澡喝红酒赏星辰 如果是周三的话还可以看到迪斯尼的烟花哦 远处青山渺渺近处邻里切移 这边的风景呢真的是多好 可以想象在这样漂亮的院子里面柴米油盐酱醋茶 把平淡的生活过得跟花儿一样 后院不仅有打制好的烧烤炉 还有小孩子用的滑梯 可以看出前屋鼠呢在这一边是非常精细的 是一个顾家的人 现在呢可以看到全转楼梯呢 其实后面是有隐藏房间的 并且这边呢也是通往车库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楼下的这个房间 以及这边的车库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车库呢整体状况都是非常的新 并且打造好了很多的柜子 为屋主人呢提供了格外的存储空间 三车位的车库呢 可以更多的停放下家里的车辆 那么门前的转位呢也是可以停车的 那从这边走下来呢 楼下是有一个客用的洗手间的 那在这边呢就比较方便 那上到二楼呢 楼梯采用的是地板地毯的设置 地毯呢就比较防滑比较安全 一上来二楼呢 就是一个很有艺术气息的旋转型的设置 从这边呢可以看到 调高顶的吊灯以及楼下的情况 那么二楼一上来呢 这一边呢就是二楼的loft 一个二楼的阁楼空间 可以在这边布置上另外的一个家庭活动空间 那这个双开门非常明亮的房间呢 在我们前面呢就是主卧了 别洗我们先来看一下洗衣房 洗衣房呢设置在二楼呢是非常考虑周到的 因为屋主人呢就不用把衣服搬上搬下 那么只要搬出主卧的门口就好了 除卧墙壁呢已经打置好了挂电视的铁架 那么如果有电视的话就可以直接挂上了 这边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呢 就是一个书房的空间 那么在这边呢可以设置一个简易的书房或办公室 那么晚上看完书办完工呢 可以直接回房间睡觉 那外面的这个阳台呢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那么这栋房屋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托尔呢一向致力于屋主人的舒适程度 这栋房间的主卧呢是非常舒适的 非常明亮的采光超级大的尺寸 内置的书房以及非常好的主卧浴室等等 主卧外面呢还有一个bacony的阳台 在这边呢可以浮览风景 这边的风景啊每周的356 可以看到迪士尼乐园的烟火 并且在7月4号国庆节那一天呢 基本整个城市的烟火呢 在这里都可以一收眼底 那真的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景色 是一个多么梦幻多么美好的景色呀 主卧的浴室呢也是非常的精致的 浴缸旁边呢有三盏三个角度的窗户 不仅美观而且景色呢又是非常的好 那么男女主人的洗手池呢是正对而立的 上面各置配着各自的吊灯 那么这边的衣帽间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并且已经打好了升级的衣帽之物柜 使用起来呢可能会更加的实用 一般来说房屋一旦超过3500尺 可能看起来呢就会有一些空空荡荡 可是这边的固形呢完全是非常紧凑的 感觉没有浪费一寸的空间 可以在这边简单的布置 就会做出一个非常温馨 非常实用的居家空间啦 这边的主意是非常紧击的 在这边的衣帽间的路上 现在就会做出一个很终的 优优独播剧场——亚洲 也会做出一个是什么 那个衣帽之类的 那边的衣帽 在这边就会做出一个很终的 我会做出一个很终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这边 这个衣帽之类的 从来自身的 那边的衣帽 就会做出一个很终的 和声看起来 这一栋呢它不仅有很多180度的景色的观景窗 并且它的包边呢非常的细致 楼梯呢是使用便宜的升级 这算便宜的升级呢也是要跟鞋舱在不上线 并且这边的车库是三车库全新的车库 所有东西呢都跟新的一样 那这栋屋子呢以2014年的标准来说 它的保养真的是进步于新房啊 说它是准新房一点都不会过 那么如果你对这种方式感兴趣的话 要尽快联系我 我是Mina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